《爱情保卫战》 出去玩的朋友应该已经回来了 大家要收收心 9号咱们要面对一段新的工作了 有了一个很好的长假休息之后 各位我们一起加油 为下半年冲刺吧 来 接下来看看今天请到的 四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张磊 张老师 欢迎张老师 情感导师严品红 严老师 欢迎严老师 情感导师沙娜老师 欢迎莎娜老师 情感导师 陆琪 陆老师 欢迎陆琪老师 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一下 对对的基本情况 特别请谈 我们结婚9年了 谈恋爱的时候她很照顾我 我们也比较能玩到一块去 但随着结婚的时间越来越长 可我老婆始终没有一点 为人妻 为人母的样子 结婚之前 她就答应会照顾我一辈子 刚结婚那几几年 她做得也挺好的 可是最近这两年 不知道为什么她又变了 她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做事只顾自己 每天只知道自己臭美 花钱大手大脚 一点也不分担我的压力 她这样真的让我感到很累 她现在总是挑我的毛病 脾气也越来越大 我们现在总是吵架 如果她还不找到自己的问题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 让我们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唐先生38岁 来自天津个体 张女士34岁 来自河南个体 欢迎两位 不是 是夫妻吧 对 没错 今天是你要来 是吧 没错 我想来 因为这个活干得太多了 有点支持不住了 说说吧 怎么了 是这样啊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俩就刚结婚了那段时间 我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那个时候 网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手机也是比较简单的 她不太爱看手机 现在呢 她每天拿两个大手机 跟汗在手上一样 这为什么呀 手机不离手 也没有 因为我们是开那个化妆品店的 客人吧 不光来自于知己店 也还有部分是网络的 我没有自己的顾客群 我每天也要在里面 分享一些护肤呀 化妆小知识 小技巧 所以说呢 可能有的时候 是在里面更新产品知识呀 学习呀 我也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夸张 一直在看手机什么的 就手机是您的生产工具 是这意思吧 对 我觉得这个只是次要的 它只是就随便解释了而已 每天只要是睡觉八个小时的话 剩下其余的时间 它的手机屏幕一直在亮的状态 哪有这么多工作 是不是 而且还有一点是 每次家里聚会 去到朋友聚会 就是我的一些兄弟什么聚会 一年也就聚会这么几次吧 两个多小时吃饭 他一直在低头上手机 也不会与人交谈 我哥们有时候都会问我 哥 嫂子干嘛呢 我没办法解释 我就说 他可能联系大买们 每年几百万的 我也惹不了 是不是 就是在忙大买们的吧 是 组织 还真是 他不是不是 绝对不是 是这样的 聚会的时候吧 你说他们 一帮从小到大的发小 大老爷们是吧 我一个女孩 我有什么好说的是吧 我就是无聊 看看手机 然后刚好赶到客户来信息 你说我回复一下 不是很正常吗 你说我插不进去 你还不让我探探手机 干别的事吗 可是您嫁的 我们这儿不都九年了吗 对 九年的问题是 你说他们发小 我是一年见到几次的 也不太熟悉啊 行 听明白了 就是手机比你亲 手机现在已经变成 他的爹妈了 比任何东西都亲 而且因为手机 干扰了很大的生活 他什么都不用干了 现在唯独在家里 就做做饭 有时候地上脏了 反正晚上回来 还是我拖嘛 我早晨出门的时候 我就拖一下 他有一位麻烦我 干嘛试这个时间吗 我的问题是 你不干干嘛 他还总要阻止我呢 是不是 行 这个家务你干得多 他干得少 对 两个人应该有孩子吧 有孩子 那孩子谁管啊 孩子现在正好是八岁 我可以说生孩子 那时候是自己管的 自己养 一到三岁那段时间 确实他比较付出辛苦 而且那段时间 也干了家务 什么都干 带着孩子也干 自从孩子上学以后 什么都不管了 家里两辆车 空一辆也没有用 他也不接送 那孩子怎么去 我接我送啊 我不是说不接送 有一段时间 我也接孩子送孩子 但是我说实话 我开车特别少 送孩子的时候 学校门口车表多忙 然后不小心挂了 大高后视镜了 弄到我心里 就特别 就是有阴影 对 有阴影 心虚 不是不送孩子 是不能开车 对 明白 而且我觉得他送孩子 比我更安全 因为毕竟村里面还有孩子呢 就算他说他这样解释通了 就打算他以后不开车了 车本白学了 是不是 我可以接送孩子 但是回来的时候 起码你帮我一块管教他 对不对 每次我把孩子接到花生品店 孩子进门的时候 都特别高兴 妈妈回来了 他就说一句 赶紧后面写作业去 然后就不管人家了 你想孩子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 对不对 每次都是我要去教他 比如数学 英语 语文 你看他好歹是个大学 是吧 上过大学的 我的文化很低 我的英语水平 不怕大家笑话 也就一年级水平 ABCD 对吧 对 到后来 孩子二年级的时候 我已经就教不会了 教不会怎么办呢 我就要查那个翻译嘛 我去翻译 现在就是Watermelon 对吧 包括那个Animal 我只会念 但是我都不懂什么意思 你明明你都 你进步了 他会干嘛 他不去教孩子呢 你跟着孩子这么一起学 你也本科毕业吧 但是我还有别的事情 我不能我围着孩子转 好爹 好爹 对不对 又管街又管送 还管学习 还管做家务 你新时代的好男人 但是太累了 这样容易猝死 对 原来是怕死 你起码你要帮我 负担一部分 对不对 其实孩子的话我也管 但是孩子平常 因为爸爸跟他玩的比较多嘛 然后一块踢球呀干嘛的 所以说他比较喜欢爸爸 人家孩子一放学了 我说行 那你先写作业吧 写完作业的话 我们俩分工辅导嘛 因为我是天生不太喜欢数字 不太喜欢算当的 我行 那数学你辅导 然后语文跟英语 我来 每次的话 我也都管 只是说 写完作业的话 也快管 对 每次管 他所说的每次管的意思 也就是 在这两年 也就管了那么一次两次 这个老代娃 是不是就变得容易嘴碎 就叙叙叨叨叨 这个特别像家里的男人 就传统意义上 这个还不是这 我跟你说 主持人这样 我在家里面 典型的七管炎 这就在家里面 就像木刀虎一样 我根本不敢多废话 废话一句 提起上来之后 你就要 可能就要剁了一样 就在我们这儿 酥酥苦 对 不容易 好男人 我们俩去年 夏天左右 开一个花生品店 这个店当时开的时候 我就提前跟他说好了 在家里 你什么活都不干 我这个店要是这样的话 我家里也干 我店里也干 这样我太累了 是不是 我就说 店里面 你给他擦一下柜台就可以了 头几天确实是擦 还没有灰尘的时候 等到现在日积一来 一年之后 根本就不管了 还是我自己擦 现在严重到什么地步 我跟您说 他一进门 手机一接电 就开始望吧 他一坐 然后吃水果 吃完水果 滴了一滴水 然后他踩来踩去 我就看到就难受 因为我花生品店 我要干净 我就赶紧擦一下 我一擦 不小心碰到他了 他就看着 你这有眼色没眼色 是不是 人还在站着 你就干着活 你不会等我走了来干嘛 真这样啊 也不是 其实干活的话 我也干 他就干了表面 就看哪脏的话 自己擦一下 但是我每次干活 可能我干了表戏 对吧 就是您属于那种 一年只干一回 但是彻底清除 是吧 对 也没有那么夸张 我觉得就即使 雷犯球表面光 我把表面做干净了 我起码天天看着不翻新 对不对 就抱怨干活干多了吗 还有什么可抱怨 那还有啊 他爱毛手毛脚的 是吧 前几天 我们一部分是 对外销售这种 就实体验吧 一部分是网络的 靠网络去拍朋友圈什么的 他也在朋友圈拍 我那个唇盘 大概成本要400多 我们干花生品的 其实我很早就跟他说了 这样不能看到 有指甲的 知道吧 他指甲留得很长 然后做美甲 打开那唇盘的时候 那个唇刷掉到里面了 他去够那唇刷 一下直接就把唇盘扣坏了 这个东西 我要卖十几套东西 我才能把那成本勾回来的 你是个好买卖人啊 这个我觉得 他其实一直在挑我毛病 挑一毛病 对 因为之前我们俩认识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的 他之前开黄品的时候 他就说 哎呀 他说你就平常喜欢 用那些东西对吧 反正怎么用也就用 我开黄品店 然后这样你用的也方便 对吧 他本来开店的时候 就说让我用的 我就碰壞了一点东西 然后他就不乐意的 碰壞你自己用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你不至于这样吧 我问一句啊 他是不是对钱 不是那么精细的一个人 没错 他平常 你就花敲什么的 我都不怕 女人都喜欢买个衣服 买个包 这我都不说啥 你看看 现在他那买那个首饰 每次买完之后 你回来带也行啊 就一天 单分之后就放在盒里 单分之后就放在盒里了 几十块得有 几百得有 上千上万的全得有 上次我丈母娘到我们家了 来看的时候 他都那个手势盒 带那个玻璃的 我丈母娘摆了一盘 说你干嘛 你这是要出去摆摊 卖东西去吗 我弄的都特别搞笑 你买了东西你就用吗 你不用干嘛呢 其实买东西 作为女人都爱买的东西 对吧 每人都会有那几件搭的 就像你平常穿衣服似的 你那运动鞋 还搭牛仔裤呢 对不对 你就不允许我没有几件 就是珠宝什么的话 出去能搭配衣服 出去场合吗 你们家这个财务谁管啊 没有财务 财什么 一屁股账还财务呢 啥叫一屁股账啊 你想想我买房子贷款 买车贷款 包括这创业 您可能不太了解 这个花生品这个行业 杂本挺大的 也需要做点贷款什么的 每个月还款压力也很大 是这样 就财务大部分是给他管 他是只算小账 不算大账 那你干嘛不管啊 我再管了 人家是个外地的 驾到咱天井这边来 我太说不过去了是不是 还有一样就是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特别爱拍那个 写真照片嘛 因为你看我媳妇 长得也比较漂亮是吧 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俩在北京认识 那个时候 他就是平原模特 我的朋友也认识 我干化妆嘛 我那朋友有很多 摄影师什么的 都是免费找他 去互拍片 拍完片之后 做个样子 就这样的话 我就大了闷了 拍的照片 已经很好看了 是不是 有的我可能今天 我已经带过来 那个照片了 在大屏幕上 看看 看看 那小伙子是你吧 对 那个是我 那个是年轻的时候 真帅啊 对 年轻的时候 因为您看这个照片 虽然说标上 哪年每年 就这十年都在拍照 只是拿了一部分 有的照片 是完全一分钱不用花的 自己留的照片 有的照片是每年 必须还要花个 五 六千块钱 去影楼里面去拍 我现在一去影楼里面 陪他选标特别啪 那里面的销售人员 就说这次 你只要买了之后 挣的照片比上次还要多 他就会立马定了 每一年都要续明年的 我就感觉 现在财力没有这么富裕 这些钱该省就该省 他就是总挑我毛病 你说我认识他之前 结婚之前也是这样的 我就喜欢买点首饰 然后拍点照片 是不是 你也知道呀 为什么到结婚之后 刚刚九年 你就不耐烦了 我自己上班 我自己赚了钱 我想怎么花怎么花 对吧 这没有错吧 对不对 我又没有手机向上找你要 主持人是这样 他现在还有一个毛病是啥 说不过我的时候 直接会上手 就会拧你 夏天的时候 拧完这边这胳膊 我就不敢穿半袖了 第二天一看 这全是紫样 有的时候就爆皮了 不怕大家笑话 就有一次 我们俩办事情 那天车限号 然后坐着公交车 我不知道在公交车上 我怎么惹恼了他了 他可能就想拧我 但是他没拧到我 他拧在旁边那个大爷 而且他拧得特别的使劲 你知道吧 到最后 那个大爷忍了三战地 可能那大爷要下车了 回头跟他说 闺女 你掐错人了 然后说了一句 我们俩没搭呢 也不知道 闺女你掐错人了 然后 那个又 大爷又看到我了 他掐错人了 是我 我说你刚才掐人了是吗 他才说 是 怎么没掐着你呢 真掐呀 因为主要是 他在车上一直这样 多多多多说 你看在台上 你看都是他自己话多 我吵不过他 我就掐了一样 让他闭嘴一时 因为毕竟公共场合嘛 对吧 你有什么事 你回家不能说吗 是不是 你一直堕堕堕堕堕堕 回家就不掐是吗 回家的话 也掐 就是逗着玩掐一下 那他说的夸张了是吧 你们只能穿场袖 不用穿 就夸张了是吧 那倒没有 我没有这么使劲 再说我每次掐他的时候 他也会还过来 打我一下 我每次掐他一次 他都会打我两下 你看他说的成家庭暴力了 我就是逗着玩嘛 对不对 你掐狗掐太疼了 我这轻轻碰一两下 我要真打你两下 你还能现在这么漂亮吗 那不浑身来都是伤了吗 但是问题是 你们男人的手 打人又没有青没纵的 这些东西 每次都是你起的矛盾 包括每一次矛盾 都是你直接激起来的 对吧 我任劳任劳 什么都不干 不是这个 鼓速完了吧 鼓速完了 那你来干嘛 我来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我现在干的活太多了 你能不能分担我一些事情 而且脾气稍微好一点 明白了 他快累死了 做分担分担 行吗 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一起 太久了 结婚九年了 可能他就觉得 有的一些小事吧 感觉我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可能以前上班吧 可能两个人不经常在一起 可能觉得还好一点 现在你说两个人 一块开店了 就是天天能见面 可能就是各种 你们俩过去你上什么班 他以前上班就是这样 我为什么开这个店 就是因为我自己 之前做这个 他也比较爱臭美嘛 我说那就 咱自己开一个买卖 是吧 你也喜欢 就这样就一直就这么干嘛 这段日子有多久啊 我吃到现在应该是一年半了吧 所有的矛盾都发生在这一年半吗 一年半之前也会有 零三散的吧 就是这样 这一年半相对比较集中 对 因为现在你想两口都在一块 做个夫妻店对吧 每天都在一块 然后再回家 这样积累的就更多了 行 我看你夫人还脑子很清楚啊 非常清醒地说 那是因为我们腻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 实实处处在一起 这样的话我自己找个班 我还上班不就行吗 这样的话两人不见面 是不是还好一点呀 你看到我你也不烦了 其实跟这个根本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这开这个店 卖化妆品 主要还是为了你 你去给你那些朋友啊 模特啊什么的 你去推广 你去卖你的化妆品 对不对 孩子跟谁亲啊 跟他爸爸比较亲一点吧 他爸比较喜欢陪他玩 哎 你客观评价一下 这男人怎么样 他其实结婚之前特别好 因为我们俩认识的时候 就是有一次嘛 他在老姥姥家吧 他老姥就是吃饭 可能税后比较大了嘛 然后吃饭可能手抖 一抖了 然后吃了饭 掉的哪都是的 比如桌子上身上 地上都有 他特别有耐心 就是给他擦干净干嘛的 把地都打炒打炒 然后我就觉得他特别有耐心 就特别 对家人也特别 特别孝顺 所以说我爸妈 就觉得我特别远 嫁过去 就不同意嘛 我就没有 就不过我爸妈反对 硬嫁给他 我就看从他这一点 就是人也孝顺 然后也特别 对我也特别包容 然后本身也比我大 他也能照顾我 到现在你看 他就是粗粗感觉 都在挑我的毛病 在现实生活里 他也干活 但他嘴碎 是吧 他老说 是吧 对我觉得干活的话 就是先有时间的话 先干对吧 你说一天到晚 本来就挺累的 没必要再为了 他还上升不到法律上 讲的家庭暴力 这样一个严重的程度 对对对 重其量 就是小两口打情骂俏的 你们的问题 没有婚姻当中的严重过错 以及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 但今天唐先生 为什么来这这么委屈呢 你看这个家务他不做 我做 孩子他不管 我管 钱他不去省 我省 结果省来省去 所有的活都到您自己身上来了 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不知道 因为您都做了呀 还用得着他做吗 问题我不做 他一直就不做 那家的 有个家的样子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这位张女士啊 也不要把丈夫对你的付出 都当成理所当然 其实夫妻之间啊 应该是相互体谅 相互关心 相互去照顾对方 婚姻法也规定啊 夫妻之间 有相互照顾 相互扶持的义务 其实你们的问题 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刚才你在台上反复说 你今天就挑我毛病 你就这段时间看我不顺眼了 其实我觉得 夫妻之间啊 有一方 把你们婚姻当中 他认为存在的问题 提出来 绝对是一件好事 提出问题 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我也希望你能够 认真地去倾听 唐先生 那些心里面的委屈 共同地去 协商沟通 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这样你们的家庭 你们的婚姻 才会过得更加幸福 好 谢谢张老师啊 这夫妻两个人 能够集合在一起 符合炫耀的味道 我总觉得 唐先生 您今儿虽然是 抱着一肚子苦水来的 但是就是 把这个女人 放在身边 给我们大家看看 你看看 这就是我宠了 九年的女人 漂亮吧 我觉得张老师说挺对的 感恩的心 其实挺重要的 你呢 有一个问题 就站在那个样子 就越来越像 就是什么 就仙女下凡 你知道吗 他是不是仙女下凡 是吧 你当初 就把人娶回家 你答应了人家 是吧 这个也不用你干 那个也不用你干 现在突然之间跟他说 不行 那个地你得种一下 那个衣服你得缝一下 他就受不了了 远嫁也好 下嫁也好 都不要抱着一种 你必须对我好的那种 想法 但凡你抱着这种想法 你一定后悔 对吧 这个男人做得还好了 不算差了 活毕竟都干了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为什么现在你感受不到 自己在他那边 还是个仙女 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是长大 你没有成长 你没有工作 就说白了 你们两个人这份生意 一个人也是做 两个人也是做 你在里面没有太大的贡献 你又没有 以前的那些模特 什么的光环 然后他刚才说了一句 你那些模特朋友 怎么怎么样 估计他也没有在 模特朋友那边 太推销 对吧 你看 本来希望你拓展的人脉关系 你也没有拓展 不是说这些事 是应该你干的 而是说这些事 本来是可以让你 继续有光环的 但是你都没有做 所以你的光环 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说你 一直只是长大 你没有成长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你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其实他看出来了 确实你现在 对他有一点不满 这个不满 我说白了 你们就是相看两身验 这个心里面 是绝对是有一点的 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 他听你的唠叨 听的时间太长了 你看着他那个 无所事的样子也太长了 就算是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 我们日常 也只有晚上 或者休息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 结果你们呢 24小时在一起 这种过度相处 很难免伸出 相看两身验的状态来 需要的 可能还真的是 你再去找一份工作 可能这件事情 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来说 是一记更好的补药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看到的是细节 暴露出了重大问题 怎么会九年 跟自己丈夫的这些朋友 还那么生分 我平常就是 全是不太爱说话什么的 你是这个男人的妻子吗 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这就是第一个细节 第二个细节说 这么点的这个 八岁的这个小男孩 跟父亲的关系特别好 这是现在大多数的家庭 不具备的 其实挺让人羡慕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妈妈对这爷儿俩 都不是特别关系 你心里说实话 你觉得嫁给他亏吗 不亏吧 你看 他的回答是不亏吧 不亏吧就是亏吗 咋亏了呢 挺好的一个男人 你真的一点都不亏 他真的把你当宝 但是这个好也快不稀罕了 因为怨言已经有了 再堆积下去 可能冲突就会升级了 你今天的做法特别好 敲个警钟吧 我希望在一会儿的 六十秒的时间里 我能听妻子 跟丈夫好说些话 如果你可以的话 请你把嘴闭上 听一听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来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请开门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主持人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导师 谢谢导师 谢谢啊 祝他们幸福 愿他们开心 了解下一阵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恋爱这么久了 到现在我都无法再次信任他 始终有一个心结 在我心里解不开 因为我看到了一些 不该看到的东西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虽然他道歉过解释过 但我真的无法释怀 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爱 我觉得信任就像一张揉皱了的纸 怎么也回不去当初的样子了 我现在真的很迷茫 我该放弃吗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郭22岁 来自陕西 萧寿 小五24岁 来自山西舞蹈老师 欢迎老妹 怎么认识的 之前的话是我刚毕业嘛 两个人在一家单位里 然后他也在那边上班 我也在那边上班 就同事关系慢慢发展到了情侣 谈了几年了 一年多了 今天是谁要来的呀 是我 我对他不是特别的信任 但是我又对他有感情 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不相信他呢 因为他之前 我有一次 无意地去看了他的手机 然后发现他跟其他女孩子在聊天 就特别伤害我 聊了些什么让你特伤害 就是他跟那个女孩子说 他其实有喜欢的人 他不喜欢我 就没有想过要跟我在一起 当时的话 是我们在一起的话 大概有半年多了 其实当时的话 感情其实已经有点淡下去了 因为那时候我工作也比较忙 我那时候挺怀疑我跟他那种感情的 然后新换的工作吧 应酬有比较多 喝酒可能就是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其实这个事 我当时是跟他有道过歉的 就从那开始你不信任他了是吧 对 但是那个女孩子 他之前跟我说 那是他的妹妹的 我以为真的是他妹妹 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他的妹妹 什么又是妹妹又 就是我知道有这个女孩子的存在 但是呢他之前跟我解释 这个是他的妹妹 后来他又跟我说 这个女孩子其实是喜欢他的 他跟一个喜欢他的女孩子 说这些事情 就让我感到很难过 当时我是跟他讲过的 这个女孩确实年龄比我小一点嘛 学校里就认识的 然后我跟他讲过 那个女生是不是喜欢你 是 那你跟这个女生说你不喜欢你 现在女朋友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的话 可能对感情产生了怀疑 如果说我当时想要跟你分的话 其实我在那个月就跟你分手了 不会说到下个月才会被你发现 后面我是想通这件事情了 我觉得可能是当时 我自己脑袋脑抽吧 然后喝了酒 然后我觉得好像是不是 他某些方面管我管的太辣啥了 想要跟他分手 但是我后面想通了 我也是跟他道过歉 后面的话我自己的工资啊 我都是上交给他了 这上交工资代表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嘛 他自己没有钱 你肯定出去想做什么都做不了 没钱充不来行呀 好吧 我把钱交给你 我没钱我就老实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我觉得我是做了补偿的 资格钱给了他之后 他到现在也是一天就给我 十块钱的一个生活费 我们全公司都知道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 不能关手机的一个信息 所以他每天中午给我转饭 请求您的支付宝到账十元 我们整个办公室都在消耗 那你这个 可以关就完了吗 可以关啊 但是男同事在一起 咱下午出去喝个水啊 对吧 喝个咖啡啊 这钱都没有 没有 我们同事 人家现在给我买水 我都不好意思接 总归你不能老是去 贪人家便宜啊 但是你不能跟我说嘛 你跟我说我会给你的呀 那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有什么事情都跟其他女孩子说 我没有跟其他女孩子说 后来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就后来又出事了 对 我有一次又去翻他手机 他那个聊天的那个搜索栏上面 函是那个女孩子的名字 然后我就随便点进去了 他上面的聊天记录都没有了 就剩下最后一句他说的话了 上面他都删了 说的什么 借我点钱吧 就是啊 好像在回答那个女孩子 这个事情我是跟他有抱贝过的 就是当时的话 因为我毕业要比那个女生要早一见 然后的话 他也是到我们那个城市去工作 他来这边工作 他需要租房 他需要去找一些靠谱一点的小区 人家问我这个事情 我是跟他讲过的 但是我没有跟他讲具体什么名字 就是说有个女性朋友委托我帮忙 他是同意的 那我就才去帮了这件事情 我后面为什么会去删这个聊天记录 就是我害怕他又看到 我在跟人家聊天 他又要跟我吵架 我实在不想跟他吵这块事情 我发的最后一个消息 我自己是记着的 发的啥 就是那边我给他介绍了一家房东 让他过去看人家房子 我问一下怎么样 然后自从这次之后呢 我是把这个女孩子的微信和QQ是全部都是删除掉的 但是你自己要删呢 我又没有逼你 我觉得我不想让你再跟我因为他吵架 我就直接把他删掉一老永逸啊 那你为什么要删掉上面聊天记录呢 我觉得你就是疑心病有点重 他什么都疑神疑鬼 我之前我们公司因为年底的时候比较忙 那时候我是一直晚上一直在加班 然后等我下班结束到家之后 已经11点多了 我还有准备明天我工作要用的一些资料 一些客户的一些材料 然后我办公的时候 我可能就说想放松一下 我就听一首歌 我就听一首歌 他就要在里觉得我是在有什么事情在瞒着他 但是你听的是什么歌 他听的是我爱他 我爱他 对 这这这怎么了呢 就是我当时真的特别特别生气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就是他应该听我爱你对吧 他不应该听我爱他 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他有其他的想法的 我实际上没有啊 我就是比较累 我看到一些网络火龙在翻唱歌曲 我就觉得旋律很好听 啥歌词啊 讲之前一段感情的那种 但是我喜欢他的旋律 这没啥 你真的被这个歌就跟他打啊 这个歌明明是很早之前的歌了 就是现在不会有人再翻出来 他突然就翻出来听这首歌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有其他想法 那我没有想法啊 那天晚上他脾气反弹很大 他就在那边吵我骂我 然后呢就是 我没有啦我就是想让你来哄我一下 但是你又不哄我 你还摔门就走了 那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我做错什么 我就听了首歌 那我觉得你有其他想法 我没有啊 你之前都有想法 你都跟别人说 你现在有想法 我觉得你也会跟别人说的 我怎么相信你啊 他之前是有 他不是承认他错了吗 但是我也没有原谅他呀 那你不原谅他 分了得了 但我又对他有感情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哎呀你这还挺挺凝膜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也不原谅你 但是我就还喜欢你 你这逻辑 我怎么觉得是这么一个逻辑 姑娘 不是 我觉得吧 我能做的我都做了 但我现在做什么事情 他都是这个样子的 用电脑我可能打开游戏 因为我现在没有别的爱好 我的朋友他们出去吃饭 都不叫我的 你是 对 管得太严了 而且我朋友请我出去吃个饭 就最便宜的 吃个稍稍吧 一百块钱两百块钱 我都没有钱请人家 我要存一个月的钱 才能去还请人家 也能烧好 还是我都要吃饭 我也给过你呀 你说你去吃饭 我也会给你钱的呀 现在的话 我平时在公司里面 我们老板都知道这个事情 你也是孤独寂寞冷嘛 所以就打游戏嘛 打游戏怎么呢 但我在那边打个游戏 按个键门 他就说我在跟女孩子聊天 那你明明之前做过那样的事情啊 表面上对我那么好 然后背地里又说那样的话 我没有啊 我拉斯确实是我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 我承认啊 但我从拉斯之后 我就改掉了呀 但你后来还不是又发生了一次吗 拉斯我跟你报备过的是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怎么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删掉 你女朋友是不是 特别情绪化的一个女孩啊 对 其实我觉得她有时候 有些事情是把她喜欢 自己藏在心里面 她不跟你说 她就默默地在里哭 你什么想法都知道 但是我当然自己哭了啊 但是 你又不哄我 我怎么去哄你 我都不知道从哪个点去切入去哄你 要不然分了得了 但是 说实话吧 我能为她把经济权全都给她 我真的蛮喜欢她的 她算是我自己 真正意义上算是一个初恋 我是想跟她去走下去的 但她现在就是不信我 而且 我觉得这个东西 总归是一个双向的 我把我的隐私权全部打开给她 让她来信任我 我的银行卡密码 支付宝密码 手机密码 她全部都知道的 她的什么东西我都不了解 你为啥不去试着了解呢 我想去了解啊 她自己的话 你说的不是了解人家的密码 是了解这个人 我有去了解过她 咋样 她的话 其实性格挺好的 人也很好 真长得也蛮漂亮的 这不叫了解 一说好看 你看她还美上了 还乐了呢 对 然后呢 她自己的话 性格也很温和 是真的很适合我和她一起去 长久走下去的 但是她就是有一些小脾气 我现在不管去做什么 她都是这样不相信我 我觉得我把我能做的都做了 你们这一对年轻人的爱情 真是看不懂了 就没事在那闹呗 老是想着她跟各种小女生 在那那个是吧 她本来就是嘛 我没有 我觉得她就是欺骗了我 就表面上对我好 但背地理由那样 对面对一个欺骗你的男人 你应该做出怎样理智的决定呢 我要跟她分手了 但是她不跟我分啊 那你可以自己走啊 但是我对她还是有感情的 你们俩不知道在那儿虐恋什么呢 她说她相当于是初恋 你这个算初恋吗 不是 以前恋爱当中受过伤吗 受过 也是类似于背叛之类的事情 好 现在的状态就是这么个状态 你不再相信她说的任何话 是这意思吗 对 你很苦恼 因为她不相信你 对 我做什么我都觉得没有用 来 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我特别想知道 你看到的唯一 没被她删掉的那一次聊天记录 到底聊了啥 她就说她不喜欢我 然后她其实心里有其他人 那其他人她说是谁了吗 没有 说是那女生吗 显然也不是 对 如果说她喜欢的是那跟她聊天的女生 她就直接说 我不爱我现在的女朋友 我爱的是你 并没有这样 对不对 这是你唯一看到的证据 然后第二次你说 她已经删了 所以你也没看到什么 那么就这点东西 你怎么就能认定她是一个花心诚信 不可依赖的 不可信任的男人呢 那她没问题 她就不会删的呀 人家刚才解释了 是因为第一次被你发现以后 结果把自己的身家都搭进去 才把你挽救回来 她没有什么东西再拿出来求你原谅了 所以她把聊天记录给删了呀 免得你怀疑 她在跟她联系嘛 但她这样做不就是在欲盖弥彰吗 那也就是说 你认为她实际上是可能有问题 对 你们的感情 你们的感情也需要你们两个人共同去珍惜 不要捕风捉影 更不要草木皆兵 你说对吗 当然了 我也得跟这小伙子说几句了 你说你好好的 你给那姑娘发什么微信啊 跟女朋友之间有什么问题 你们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解决 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说的呢 所以其实呢 表面上看起来是女方在无理取闹 实际上是这个女生没有了安全感 我觉得你们的问题 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那两条微信都不能代表什么 我倒觉得你们两位年轻人啊 可能在日常的交往当中 还是缺少真正的坦诚的沟通 那么你用的方式是求 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对 还这姑娘呢 用的是作 我希望真的 姑娘你好好想一下 如果你真的爱这个男人 那你就跟他敞开心扉 我觉得呢 问题不大 好好沟通吧 谢谢张老师 严老师 我怎么觉得问题好大了 真的张老师 问题大在 你们两个人根本不是在谈爱 这不是一段爱情 女生特别奇怪 明明一开始 她跟别人 有你认为的不够忠心 她错了对吗 但你惩罚的是自己 你一直在用各种方式让自己不愉快 查她 盯她 跟她发生冲突 你既然觉得这个人不可信任 分手就可以了 你却一再地去更加关注她 把她的钱收过来 把她的人管起来 然后一边说的你这个人就是花心 她随便聊个天 就一定是和女生在聊 她放手歌 就一定是想起了别的女生 我不觉得你是在跟她要爱 或者是你是因为爱她 而这样让自己痛苦不堪 你就是在这种关系中 想寻求一种优越感 你看 是你错了 我是好的 这种证明有什么意义吗 我希望你放过自己 男生也可奇怪了 我就不能理解说 我前一刻喝完酒和一个女生说 我其实不爱她 后一刻我就痛开前辈 把钱都给了她了 你觉得自己当时不够坚定 想清楚之后 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吗 正常的思路是 我做错了 我给我女朋友一个相信我的机会 我去弥补 但是这个是有度的 而不是用一种特别扭曲的方式 来澄清自己 所以你对她 我认为也不是爱 也是想证明给自己看 你看 我其实是个好男人 我做错了 我现在回头 我也是那个纯净的爱情中的人 这都不是真的爱 这无非都是想 让自己在这场感情中 有优越感 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 没有什么所谓的爱 和互相的欣赏 都是彼此的虐恋 那不如放过自己 放过对方 找一个开开心心的 何必活的 这么毕业群 谢谢延老师 张大老师 先说一下刚才那个张老师说到 跟女生发微信这件事 就张老师可能觉得这是个小问题 你们之间整个状态是不对的 乌云密布的 阴沉沉的 你们的整个生活的状态也是不对的